大消息大消息 翠翠今天晚上7點 難得要開直播啦 快來搶防號給我戳 哈囉啊 嗨你好 我是翠翠 今天呢我跟A牌的凱撒路 想要來個皮蛋酥肉粥加青菜 XXX 想要來個雙排 沒想到系統都配給我一個星耀跟S 啊本來想要快樂玩一個打野 喔 看來要認真一點點了 那一開始打完一輪野區之後 欸欸 啊 我怎麼不吃魔龍了 怎麼跑去中路了啦 哇 還往前滾 給齊爾刷了一波 這波操作666 還好唷 艾瑞幫我分擔傷害 這邊下退對面之後呢 進入一個人生迷茫期 那就去吃藍buff囉 那我們的拉茲太厲害了 竟然先收掉對面的葉娜 接著我在吃藍的通司 艾瑞又殺人了 來幫一下中路啊 這個蘇在瑟瑟發抖啊 他已經跟我講過 再不來幫他 他等一下結算畫面就要檢舉我了 我們的凱撒路超兇 差點單殺齊爾 沒關係 第二波又開啟魔龍了 但是 對面的超人跟齊爾在旁邊 我有點緊張 我的制裁 一秒好了 現在好了 我可以的 成功一個制裁 我真的快嚇死了 然後那個齊爾 齊爾就這樣飛進來了 好險最後艾瑞有綁到齊爾 唉唷 可是我們蘇還是死掉 有點可惜 那我也就是幫蘇報仇一下啦 跟著我們家艾瑞一直點一直點 我覺得緊啊 他玩打野更好玩的一點 就是他的攻速可以更快的起來 然後普攻點人就超有感的啦 提著我的槍槍來吃我的籃籃 突然間畫面一閃而過 這個葉娜 腳下發的藍光 我很生氣啊 可惜追不到他 趕快來上路位這個塔 救一下塔吃一下兵線 那我們家佛洛倫也到了 我看上路的那個小籠籠也好了 我就按了一個進攻 先讓佛洛倫進草叢 接著呢 我有他們這個位移大對決啦 我根本幫不上忙 一個大招空打 呵 太 我太短了好不好 我們成功吃完了這個小籠籠之後呢 我發現啊 現在吃這個綠光 我覺得我自己是回轉壽司 剛剛成功推掉上路的塔之後 跟佛洛倫說了一個新年快樂 送給我一個問號表情 欸 我只是提早一個月跟你說新年快樂啦 這邊在成功反調對面的紅州 這個竹帕 他穿著廚師造型 難道是想要跟我一起吃回轉壽司嗎 才不給你吃呢 我要毒盾 呵呵 好啦 成功反調對面紅BUFF之後呢 這邊看到一個奇爾 哇 可惜我沒有大招有點可惜了 在吃完自己藍之後呢 上路看到了一隻拉茲 拉茲被捲風 拉茲被龍捲風飛了 趕快過去幫他 這個奇爾已經沒有大招了 所以我沒有很怕他 直接好不好 滾到草叢啊 普攻 來啊 看誰的普攻比較厲害 終究是井贏下了這回合 那我在原地快樂吃冰啊 這個時候怎麼了呢 超人是不是消失很久了 那我當時也沒有在怕的啦 跑去吃小籠籠 結果往後一滾 欸我想說我怎麼滾那麼圓 結果是超人戳了我一下 地板吊出了五顆回轉壽司 我開一個冰箱保持一下新鮮度 這邊超人竟然偷吃掉我兩顆壽司 我超生氣啊 不跟你演了直接普攻帶走你 頭可掉壽司不可掉 來到中路又看到 廚師大神熊貓 欸等一下 他手上拿的那根是擀麵棍嗎 做壽司不用拿擀麵棍啊 你拿錯 拿錯工具了好不好 拿錯工具的廚師 我一點都不怕他 這邊邊點塔的同時 邊被塔點 呵呵呵 哎呦這個熊貓直接跳上來 還是很痛的啊 好險在殘血的時候有收掉他 可是最後呢 我也難逃一死 這時候蘇問了我們隊友 是真的嗎 他是說什麼 真的想吃壽司嗎 我真的是蠻想吃的欸 看了一下戰機啊 對面超充牌的 天啊 那個超人還直接帶滅絕 一看就是要來滅掉我的啊 那蘇呢打了一個禁 那我就打一個蘇啊 有沒有 回敬他這個畫面真的有夠有趣的 哇 接下來這波啊 就是封面的史詩級畫面 我們家拉茲英勇的保護我啊 先去承受了 齊爾的一套龍捲風 接著我真的是 OMG OMG 我當下就覺得說我要死了 掰掰畫面要變黑了 沒想到 欸沒想到 哇 竟然在最後 還活下來還反殺了對面 啊真的是不演的 我好棒喔 我抑制不住自己對自己的開心 經過這一波迷之生存之後 我們弗洛倫終於發自內心的說 保護我方輸出 呵呵 欸現在才想要保護我嗎 沒關係啦 我自保自保 吃魔龍的同時 這個超人又找我單挑了啦 你看我就說要自保吧 最後一個普攻 成功來反殺超人啦 反殺完超人之後 蘇就 隱形的過來 我剛剛還沒發現他過來 呵呵 射手同心協力 吃掉魔龍之後呢 我就偷偷跑去 反對面的藍棒法 欸結果這個葉娜 哇 還好我有吃到啊 他第一次想要吃我的 懶懶 這次還想吃 才不給你呢 啊這裡我們拉茲 一個包圍五個啊 趕快去幫他 我這邊看到一隻 飛出來跳舞的葉娜 趕快上去點幾下 但才知道好像追不到人 那這時候沒事做就要怎樣 我想說無聊就吃一下凱撒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隊友 可以看到我PIN的信號 欸看到了 我們的蘇跟艾瑞過來 幫我打凱撒 太開心了吧 那我這個打野啊 制裁還是練了很久了 想必我一定可以 搶到這條凱撒的啦 準備一個翻滾射擊 大招加制裁 最後呢 是由 是由 艾瑞搶到了凱撒 我好頭痛喔 檢舉一下打野好不好 這裡呢我變成一個分推角的功能 來到下路 帶完這一波兵之後 再快樂點一下塔 這時候看到對面 跟我一樣提了大砲警 是不是要來護射啊 來呀來呀 我攻速超快的啦 不要跑不要跑 最後一個葉娜超人 哇塞 大事已去 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 看到壽司不要太興奮 我掛掉之後呢 為什麼畫面還在 因為我覺得這艾瑞 實在是太酷了吧 她想要單挑 單挑那個葉娜跟超人 阿蘇也去幫她了 剛剛那個超人也是神推啊 把艾瑞推向葉娜 那這邊我就備戰一下 我想說出個嗜血弓嘛 嗜血弓算我的第一點五條命 畢竟沒有人會保我 只好自己吸血 隊友表示好難玩 趕快說個新年快樂 提正式 誒 又哥傳了什麼影片給我 誒 來看一下好了 我的大肚肚 真的很酷酷 今天的體重 依舊那麼穩定呢 那是因為蜘蛛衝到呢 哼 我要減肥肥 我要變瘦瘦 太可愛了啦 回到遊戲畫面都有時光 檢舉打野 二度檢舉打野好不好 不要再看寶寶的影片了 趕快回來 打野怪 打這個野怪 看到這齊爾 嚇死了 終於又看到這隻超人 我以為他會來回報我 我真的是嚇到 白米馬拉松 直接跑回我們家的內塔 這邊看到一個超人啦 這是他這場 第三次跟我單挑對不對 我直接一個制裁啦 制裁普攻 成功在收掉超人 太開心了吧 這裡呢 射手竟然在蹲刺客 哈哈 好神奇的畫面喔 接著我們中路的 中路的這是誰 輸一個包圍兩個 最後他被收掉了 那齊爾好像也沒有大招啦 就黏著齊爾打 這個超人直接開嗜血弓好不好 我嗜血弓 每次殘血來開的體驗 就是沒有吸到血就垮掉了 好險最後是有活下來了 這時候呢 又來到了人生迷茫期 不知道自己也要幹嘛 所以呢 我就想說吃一下凱薩好了啦 現在時間是15分27秒 直接15分49秒才吃掉 我直接掛機 沒有啦 哈哈 我來等我的翻滾射擊好不好 一個人打了快要27秒 噢不知道20幾秒的開殺 超久的 這裡想說上路來幫一下超人 不對 上路放一下弗洛倫 結果發現自己才需要被幫啊 最後一個翻滾射擊 很可惜沒有收掉齊爾 我就這樣掛掉了 那最後呢 我們隊友是有成功收掉對面兩隻 幹的漂亮 那在我復活的同時 啊怎麼 怎麼隊友那麼厲害啦 團滅對面了 我們的龍龍跟小兵也進去啦 這時候我復活了啊 復活也不能怎樣 只好呢 對拉茲開了一個大招二招 全部都把招打在拉茲身上啦 最後呢 就贏得這場遊戲的勝利啦 今天的至戀翠翠影片 就帶給大家囉 不要忘記 晚上七點來看我的直播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是翠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